大家好 我是汪玲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日服剛實裝的新系統 限界突破 這個影片會分成幾個部分 首先會介紹一下這個系統是在幹嘛的 第二個是這個系統造成的影響 還有台版玩家可以先準備的事情 好啦 那就話不多說 先從系統開始介紹 台版的公主們等級升到最高 就是跟各位右術同等級 而限界突破這個聽起來很中二的系統 就是可以讓等級突破上限的 現在看畫面的這一張圖 我們首先看到有個很棒的姐姐 啊不是 祝依依不小心被吸引了 我要說的是 我日版目前的等級是214等 然後各位可以看一下瑪娜量才4億多 這點等一下會說到 只有下一張圖 現在畫面上是一個可愛的狗狗 她的等級是224等 比我日版的右術高了10等 這個就是突破等級上限的效果 接線突破之後 等級可以比右術高10等 然後1技 2技 EX技能跟UB也可以跟著升上去 突破之後 這個角色的等級上限就永遠可以比右術高10等 不過這個10等在戰隊戰是沒有辦法作用的 除了戰隊戰之外的縮場和活動 推圖 露娜塔 地下城 競技場 都會有這個10等的效果 好了 等級突破上限大概就是這樣 接著是如何突破等級上限 現在畫面上是一個碎片不夠突破等級上限的可憐依諾 可以看到普通常駐角色需要突破等級上限的話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是消耗資源 常駐角色是120個記憶碎片跟2000萬麻納 或是使用看起來有點像是昏戒的戒指來突破等級上限 這個戒指跟水晶球很類似啦 就是只需要花道具就可以突破等級上限 而不用花資源 前幾天官方發了一個戒指 這個是目前唯一的取得方式了 另外 等級上限必須是滿新的角色才可以提升 像是前幾天出的綠色惡魔花靈 三星的話是無法提升等級上限的 必須要是五星的綠色惡魔才可以 所以如果想弄出五星224等的綠色惡魔 那需要花費的密使量就相當驚人了 下一張圖 如果是限定角色需要的記憶碎片是40個 瑪娜則是3000萬 現在知道為什麼我瑪娜省那麼少了吧 上個月才被綠色惡魔搶劫了5億 這個月 界限突破又花了四五億左右 然後還有一堆角色是記憶碎片不夠 暫時還沒辦法生 OK 看到這邊 大家知道該做什麼了吧 台版現在算是長草期 體力不知道要幹嘛 刷完神殿調查 聖機調查 活動Hard關卡 還有支線任務之後 還有多餘體力的話 就拿來刷常駐角色的記憶碎片吧 只要是競技場會用到的角色 然後Hard關卡又沒有幾關可以刷的角色 像是泳裝七一香 祈梨 遊俠 松鼠 優妮 魔法俠 露娜 亞里莎 俠 安吉塔 鏡華這幾位 沒事的話可以刷一下碎片 升到滿星滿磚之後還要準備120個記憶碎片來開放等級上限 不得不說 台版有未來式就是爽 日版我前幾天才被綠色惡魔搶劫了一波記憶碎片 然後現在又跟我說突破等級上限要記憶碎片120顆 我平常是不會囤太多記憶碎片啦 就滿星滿磚之後再準備個30顆就停了 導致我有不少競技場角色 碎片不夠突破等級上限 這幾天日版Hard關卡有三倍 我就每天花蠻多鑽石在那邊重置刷碎片的 台版距離 突破等級上限 系統實裝差不多還有四個月 還可以慢慢的悠閒的準備 那日版就真的是很麻煩了 現在來看 有Hard關卡能刷的常駐角色 滿等滿磚之後還要準備170個記憶碎片來預備升六星跟突破等級 像是安跟古蕾亞平常沒有準備的話 要是下個月突然刷到六星 再臨時刷是來不及的 然後經驗藥水平常沒事也要買一些來囤 不然到時候經驗藥水要是不夠 那就尷尬了 好啦 接下來是下一個話題 這個等級上限提升造成的實際影響 實際影響比較大的我覺得是競技場會影響角色們被補TP之後 移動後開UB需要的TP上升量 再有了等級上限提升後 酒鬼泳裝咲戀 優妮補TP的量都上升了 在滿等224等的前提下 想要被酒鬼補TP之後 移動後放UB需要的TP上升值是38點 比以前下降了很多 改版前我記得是43點左右 然後想要被泳裝咲戀加優妮補TP之後 移動後放UB需要的TP上升值是35點 最後是 想要被泳裝咲戀補TP就移動後UB 需要的TP上升量是69點 那麼 有沒有哪個角色是原本沒辦法移動後UB 然後改版後可以移動後UB 而且UB是對競技場有影響力的嗎? 我看來看去好像只看到美美而已 六星美美最大的缺點就是TP上升低 不過我稍微測試了一下 美美打競技場還是有一堆人打不死 尤其是打不死U1這點非常的頭痛 只要秒不掉 優衣放UB把血補滿之後 美美就拿她沒轍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改版並沒有讓美美翻身 還是不太好用 不過倒是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組合可以玩 現在畫面上實戰開始放 是狗拳吉塔泳裝咲戀爆弓有你的隊伍 由於改版後 唯一TP上升高到被泳裝咲戀補TP之後 就可以移動後UB的角色 就只有爆弓了 所以組這樣 這隊開場移動後有狗拳吉塔爆弓三個很痛的UB 還蠻好玩的 然後二動後吉塔會再次UB 這下也很痛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二號位吉塔常常會被正步黑暗 所以火力比較打不出來就是了 這隊居然可以把硬邦邦的物理烏龜隊拆掉 還蠻有趣的 但是競技場實用性沒有到很高啦 就是好玩而已 實際上 目前等級上限對競技場造成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今天之所以急著做影片主要還是跟各位說一下 台版也可以預先準備的部分 後續等級上限如果對競技場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之後就再做影片說明吧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23 24 24 pessoa